在夏天气候炎热,人们很容易出现抑郁的情绪,如果长期处于烦躁的情绪下,会影响女性朋友的皮肤质量,影响皮肤的健康能力。 专家建议,在炎热的夏天应该每天正确的小睡,定期午睡对身体有很多好处,午睡方法不正确,真的会威胁生命。 夜间睡觉的时候人体的心率和血压都将下降,早晨醒来后心率和血压会恢复正常水平,此时申请会有强烈的心脑血管活动,这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病毒危险。 睡眠会引起心脏和脑血管在压力下发生变化,所以每多睡一次午觉等于从低到高的发生一个变化。 日复一日,睡眠时间掌握不当,就有可能促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午睡的好处会有哪些呢? 一,降血压。 美国安理革命学院研究人员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工作压力大会,使血压补充程度都少高,这个时候不妨午睡一段时间,这将有助于降低血压。 二,保护心脏,每周如果至少进行三次,每次30分钟左右的午睡,能持心脏性处此的风险,降低40%,另外在习惯午睡的国家和地区。 关心病的发病率比午睡国家要低得多,这可能是由于中午休息可以缓解心脑管系统和减少人体紧张情绪的缘故。 三,增强记忆力。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午睡的时间掌握的正确能显著的提高人体的能量和警觉性。 德国杜尔东夫大学表明,午睡不仅能有效地消除疲劳,还能增强人们的记忆力。 四,提高免疫力。 专家发现,中午一点是睡眠的一个绝佳时期,短时间睡眠可以很好地刺激我们体内的淋巴细胞,并增强自身的敏义绩胞的活跃性。 五,振动情绪,赶走心理的抑郁。 午睡可以很好地改善我们的负面心情,减少自身的紧张情绪,缓解校务工作的压力。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午睡也能有效地驱除心理的抑郁。 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是不需要小睡。 至于自身的体格、睡眠状态、年龄和疾病密切相关,夜间睡眠时间和质量都很差的话,中午应该给身体充一下电。 睡眠质量差的老人也可以通过午睡得到真正的休息,所以合理的午睡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